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笔四百一生五成 古连三人看了一眼 那根飘向天空的龙须 三人相视一眼 眼中沙一闪烁 他们知道 叶玄搬救兵了 他们不知道 叶玄搬来的是什么救兵 但他们清楚 必须尽快战杀叶玄 古连突然说 他那套神装不凡 小心 两名老者微微点头 下一刻 两人突然消失 两人速度之快 叶玄根本感受不到 他只能凭借 多危险的本能来出现 因此 两人消失的一瞬间 他猛地拔剑 斩 嗡的一声 一道嘹亮剑鸣声 响彻天际 叶玄这一剑落下 他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剑 看在玄铁之上一般 整个手臂一麻 不仅如此 一股强大力量顺着剑传到他手臂之上 砰的一声 叶玄整个人如遭重击 顺退白胀之远 停下之后 叶玄感觉自己五脏六腑 就好像是被炸裂了一般 难受得很 这还是他穿了诸神套装的情况之下 要是没有穿着神装的话 他刚才就已经是粉身碎骨了 叶玄抬头看向不远处 而远处那两名老者突然消失 叶玄脸色一变 丝毫不敢再有保留 当下掌心一翻 一枚金印出现在他掌心之中 射击印 当射击印出现的一瞬间 场中场景瞬间变换 一座座大山凭空出现 这些大山悬浮星空之中 每一座大山之间白雾飘荡 宛如仙境 当出现这一幕时 那两名老者脸色瞬间大变 两人双手猛的朝前就是一拍 天地剧烈一颤 显然两人想历破这射击印 可惜的是 在两人出手的那一瞬间 无数大山突然浓缩成一个金色的巨手 下一刻巨手猛的落下 两名老者还未反应过来 便直接神魂俱灭了 不仅两名老者整个古城都在这一瞬间崩碎 无数骨架强者纷纷疯狂地逃窜 就在这时 一名白发老者突然出现在古城的上口 白发老者抬头看了一眼天际 下一刻他并置疏于眉剑 天地之力 掌中乾坤 噗 声音落下 他右手朝上轻轻一翻 这一翻 仿佛将这天都给掀开了一半 一瞬间 天地间恢复正常 而不远处的叶玄则是连连暴退 这一退足足退出数百丈 叶玄停下之后 他嘴角鲜血源源不断地涌出 而那枚射尽印也飘回到他的面前 接于塔内 剑自在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此人已入圣 可借天地之力 藏乾坤于掌中 不是你能对付的 我建议 逃 逃 叶玄摇了摇头 剑自在说 不逃 你也救不出你妹 不仅救不了她 还会白白牺牲自己 不值得 叶玄轻声说 我知道 我可能救不出她 那你还要来 叶玄微微一笑 我说过 要好好保护她的 如果实在保护不了 那我就与她一起死 我们兄妹 生死不分离 剑自在沉默了 对面 古莲走到白发老者面前 微微一礼 于老 白发老者右手轻轻一挥 古莲退到一旁 白发老者打量一眼也喧 小小年纪 便是大刀 大剑 肉身更是被龙血淬炼过 特别是你穿的这套装备 更是不凡 看来 我股价还是大大低估了你 说到这里 她微微一顿 又说 事到如今 老夫只想告诉你 不管你身后是谁 有谁 你这脑袋 我股价都要定了 声音落下 她就要出手 而似是想到什么 她突然转头 看向右边 堂堂北武宗宗主 居然来了 不敢露面吗 一道轻笑声 自一旁响起 紧接着 一名中年男子和老者 出现在一旁 此人正是北武宗宗主 李天 李天笑道 古千雄 没想到 百年都没出来过的你 秦日竟然出来了 也还好出来了 不然我还以为 你陨落了呢 名叫古千的白发老者 冷冷看了一眼 李天 老夫是个直性子 就不与你拐弯抹角了 现在此人 在我古家地盘之上 他这脑袋 与他身上的东西 就是我古家的 李天笑道 前提是 你古家得弄死他呀 古千看了一眼 不远处的叶玄 冷笑说 我古家在天宇 传承近万年 万年底蕴 还抵不过他 一个小儿吗 我倒要看看 我古家 今日灭他 谁敢来抱他 声音落下 他右手突然朝前 就是一拍 手掌落出 空间瞬间崩裂 紧接着叶玄面前空间 突然裂开一道缝隙 一道黑光闪出 叶玄心中大惊 右脚一段 一股强大的力量 汇聚于剑鞘之中 紧接着他拔剑 就是一盏 嗡了一声 剑鸣声响彻天际 叶玄这一剑斩下 剑光瞬间崩碎 叶玄整个人 已经连连保退 而他所退的过程之中 所经过的空间 直接层层军裂 宛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还然无比 催了数百丈之后 叶玄停了下来 而他整只手臂 在剧烈地颤抖着 远处 鼓前冷冷地一笑 你这神装能够撑得住 难就是不知道 你肉身能够撑多久 声音落下 他隔空对着叶玄就是一排 叶玄周身空间一阵巨缠 紧接着 叶玄再次朝后连连暴退 这一退 他周身竟是燃烧起来了 板如一个火球一般 就在这时 叶玄猛地一声怒吼 一股剑势 自他剑中袭卷而出 叶玄硬生生停了下来 而他周身依旧有熊熊烈火 燃烧的不是猪天神装 而是他周围的空间 而如果不是穿着猪神套装的话 他已经化为回敬了 简自在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现在若是利用混沌之气逃 还有一次机会 逃 叶玄抹了抹嘴角鲜血 下一刻 他直接朝着远处古谦冲了过去 他眉间空间倒则悄然凝醒 当叶玄来到古谦面前时 古谦冷冷一笑 他抬手就是有回 一股强大的力量 宛如潮水一般震荡而出 叶玄还未靠近 他整个人便顺退到数百丈之外 另一边离天微微摇头 在他身后 一名老者陈胜说 这叶玄虽然不错 但与这古谦相比 还是差了太多太多 离天轻声说 没法比 古谦已经入生 可掌天地之力 这根本不是叶玄能够比的 即使他拥有如此多的神装 说着他看向叶玄 如今就看看 他到底有没有底牌了 若是没有底牌 那么就该结束了 还有底牌吗 有 一定有的 老者看了一眼离天 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古谦突然朝叶玄走去 他每走一步 便会有一道强大的气息 朝叶玄押去 这股气息直接渗透空间 瞬间来到叶玄周围 在叶玄四周 空间开始严重变形 老者指示叶玄 老夫知道 你身后必定有人 来 叫出来 让老夫见见 叶玄右手紧紧握着剑 没有说话 见叶玄不说话 古谦冷冷地一笑 他右脚突然一跺 轰的一声 叶玄周身空间 剧烈一颤 一股强大力量 直接将叶玄震到百丈之外 而此刻 叶玄身体还是在颤抖了 远处千古冷笑说 是要反噬了吗 反噬 叶玄右手紧紧握着剑 此刻的他身上诸神套装已经消失了 无敌金身在这一刻也消失了 现在就是反噬 不过被他强行压着 古谦冷冷一笑 外力终究是外力 不是你自己的实力 说着 他就要出手 就在此时 他突然抬头看向远处天际 在那遥远的星空深处 两条庞然大雾 正朝这边飞了过来 一旁的黎天两人 也是看向星空深处 很快 黎天双眼被迷 去龙 龙 在天狱自然也是有妖族的 而龙已经不算是妖 算是神兽一类 当然 神兽之中也分高低的 这主要是看血脉 很快 两条巨龙来到众人上空 一瞬间 两股龙威出现在场中 死众无数实力较低的人 顿时趴扑在地 瑟瑟发抖 古谦右手紧紧握着 脸色有些难看了 他冷冷看了一眼 叶旋 你居然请得动巨龙 龙族 在天狱 也是有这龙族的 但这龙族很神秘 已经很多年很多年 没有出现过了 而他没有想到 这一次居然出现了巨龙 而且还是两头 叶旋没有离古前 他抬头看向那两头巨龙 其中一头巨龙 俯视着叶旋 人类 要我们做什么 叶旋转头 看向不远处的古前 干死他们 古前冷冷看着叶旋 没有说话 那头巨龙看向古前 古前沉声说 阁下 不管这叶旋 给阁下开出什么条件 我古家愿意给两倍 巨龙俯视着古前 古前还要说什么 就在这时 那头巨龙突然一爪子 向下拍向古前 一爪之为毁天灭地 见到这一幕 下方的古前脸色一变 他右手朝下一压 转瞬之间 他猛的朝上就是一掀 一股强大的力量 瞬间席卷而上 瞬间轰在那只龙爪之上 整颗天际剧烈一颤 一道人影连连暴退 这人正是古前 古前停下之后 他死死盯着远处的叶旋 神色有些猙獰 如果你的底牌 就只是这样 那老夫告诉你 今日你死定了 声音落下 场中一变 突起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